海底下一片沾來的海水 怎麼出現的白霧 仔細看左下方的海綿 噴出了白色雪花 看起來像是白茫茫 但其實這次桶形海綿正在產卵 原來這畫面先是噴出了精子 再噴出了卵子 最後變成了瘦精卵 大家可能都知道說 我們的海綿跟我們的珊瑚一樣 是我們海裡面最固著 不會移動的這種動物 而它具備的很重要的任務 是什麼呢 它是跟珊瑚一樣 是有很多海洋生物 是要靠著它當作基地 可以生長的 那這樣的一個海綿 竟然能夠生寶寶了 我們最近剛好在我們的智能館 我們一樓整個用海底攝影機 投射上來說 突然看到那個桶形的海綿 為什麼旁邊也會有霧霧的呢 那是什麼 弄了半天才知道 它其實是那個是金子 是白白的 它不是沙塵爆 要跟大家講 原來是金子 接著又看到一顆一顆出來了 那是什麼 那是軟子 因為海綿 這個其實是雌熊液體 所以它是先排 這個我們在講的先排軟 然後最後這個金子 再碰到之後才產生了瘦精軟 所以看到一個這樣的奇特現象 我們以為是沙塵爆 後來弄半天 不是 原來是我們的這個金子出來 然後再來我們海綿寶寶 等這個海綿的這個軟子也出來了 所以其實這種海底 這個很奧秘的生態 其實也剛好透過這一次我們的智能館的海底攝影機 那總要把海底的這個 我們在講奧秘 揭開了 不過大部分的軟會被魚群吃掉 或者隨著海流飄走 因此能看到大量的產軟 畫面也相當的珍貴 桶形海綿跟珊瑚一樣 都是附著在海裡 除了可以過濾大量海水 也可以增加珊瑚富裕的速度 無一年前就出現在海洋 主要的產軟期是在春末夏至前後 而且海水水溫 恰巧要在26度到27度 之間相當有難度 剛好因為這次這個 我們草慶富裕海灣 海綿寶寶誕生了 那我們也知道說 這個桶狀的海綿 桶形的海綿 它其實是肩負一個海洋生物 一個我們在講生態平衡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動物 那也要跟大家這個呼籲一下 這個我們如果潛水客 下去潛水的時候 有看到我們桶狀 桶形的這個海綿的時候 請大家無痕過 不要去把它破壞掉 不然我們有很多海洋生物 都是沒有家可以居住 海科館剛好捕捉到 這珍貴的瞬間 讓民眾可以一毒海綿產卵 充滿教育意義 記者黃少民金融報導 在南海綿 是不公主的 劍海綿 早安 被告刺 不公主的 就是